我對講師傅沒反應 我的事物 我都要關閉堂 我都關閉堂 今天有危險 困在電梯裡頭 對講機故障了 手機也收不到訊號 嘉義士兩名合作金庫的員工 就這樣被困在電梯裡 幸虧集中深置 想出撥打112 讓消防人員火速趕到 你先挑戰 我緊張 你兩人坐著 你兩人坐著 在電梯裡面 有一名民眾 跟一名那個 只花了半小時 順利把人救出來 原來全球通訊系統 GSM已經把112 設為跨國最高等級的 急難救助電話 只要撥打112 就算自家的電信公司 沒有訊號 或是沒插SIM卡 甚至有設密碼 通通沒關係 只要撥打112 還是順利連接 當地的救援系統 到底前面 就已經很久 12的話 他訊號的話 他優先 他會優先把 把轉到 所謂的那個 急難救助的單位 就是110跟那個19 通訊一個 緊急一個 球難一個電話 他不受到那個 基地台的 那個眼鏡的影響 所以賽政的環境都可以 對 下回遇到緊急狀況 除了110 119 別忘了 還可以撥打112 讓自己順利脫困 記者陳怡寅 侯國文嘉義報導 搞器 在不害怕 神經病 相關 們 會 人 有 不 有 不 有 有 有